好家伙啊 甘远了 马长 来吧 你在这儿等半天了 馋你半天了 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仔 咱们二队的求救啊 刚配完 然后我心里就想着 我说究竟什么时候发庭啊 究竟什么时候发庭啊 然后过的不到两三天嘛 究竟就发庭了 然后龙哥就发现就是 究竟有些那个准啊 然后究竟不是发庭了吗 究竟发庭 然后这两天就是天天找那个黑豹 连锁了应该有两三次吧 然后这两天辛苦黑豹了 咱们今天把这个黑豹拉出来 给他加一顿餐 让他就是恢复恢复 走吧 现在弄那个东西 弄那个吃的 好吃的 走 现在这是鸡架 跟鸡头 是个鸡架 再给他加两个 然后这是一个小鸡 给他加里面 这是黑豹 黑豹 因为这两天就是 锁那个均匀嘛 然后瘦多了 啥也别说了 出来吃饭 咱们因为那个书工在草地上啊 在草坪上 所以咱们只能把它就是摔在这儿了 黑豹 这是吃的第二个 这家西角蔓延的 那盆子接着点儿 然后蚂蚱就在这儿傻瞪瞪瞪看着 拿个鸡架 给蚂蚱 黑豹 不好意思啊 拿走你一个鸡架 这家吃的津津有味的 这里边是鸡头 鸡架 然后还有一个小鸡 这位够够你吃饱的了吧 平时啊 咱们喂狗都是七八个鸡架 然后这次直接干了十多个 然后再配上那个鸡头 小鸡 等它一天的量了 因为大狗一天只喂鱼顿嘛 小狗一天喂两顿 等问完它咱们一会儿还要去喂小狗 好吃 喝吧 好的 好好吃 好好干活 好 这次我给你一个小小奶牛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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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看你吃个饭,黎拉拉拉 你是老头子呀 咱们等一下还要给他扫 哎呀,你吃个饭可好了 现在还有几个 还有三个鸡架 还有七八个鸡头 马达 黑豹这家吃东西就是慢 我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我像养猪子啊 为什么说我像养猪子 因为黑豹是从七十斤 让我喂到整整九十多斤 然后这几天不是配狗吗 然后现在这个体重 就是减了点 然后咱们今天给他加 加顿量 争取让他干到一百斤 然后再让他锻炼 这样他那个身上就没有多余的肉了 然后身上那个肉 就跟马达一样磁势了 快吃吧 开饱 不愿意吃了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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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喂马达一个吧 快点你不吃一会都让马达抢完了 我看完了 还不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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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它我看来是一口都不吃了 不想吃了啊 咱们给它整回去 然后让这一点让马蚱吃吧 好家伙还跟着了 马蚱 来吧 你在这等半天了 馋你半天了 给 行了 你在这吃吧 我带大家去看看那个啾饮啊 啾饮是一看到我 它就激动 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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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刚刚把那个黑豹 喂了点东西啊 然后现在啾饮 看啾饮 一看见我兴奋度 这家伙 啾饮特别喜欢我 我也特别喜欢啾饮 然后呢 黑豹啊 这两天确实有点瘦 这点向大家抱歉 瘦了应该有七八斤吧 因为它现在在配狗嘛 所以瘦了 那么今天给它加了一顿量 这一顿量比它一天的量都多 但是它吃的没有多少 然后就让蚂蚱吃了 我希望它们 蒸口气能够出个奶牛色 跟那个 黑豹的血线一样 然后像那个 就位那个身高 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不管 浪费我对它 对它们两个一片好心 行吧 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